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之前在北京的一家广告公司 后来去了日本学习做鞋子 做一些花道或者日本器物展览的翻译的工作 我们做的是一个跟生活相关的 每一环都让我觉得比较舒服 我和日本的作者去接触 然后我跟中国的客人去接触 大家也是买东西 但是和普通消费不太一样的一种感觉 它带着更多的一种情感 这个小房子本来是青年炒茶的房子 前后有两个小院子 当时租下这个空间 我只用了大概三分钟 当时给我一个特别大的感动 这边的茶室的窗都是封起来的 把那些胶带撕下来 一开窗整片的绿的那种感动 特别的舒服 基本的地方是我们的餐厅和厨房 中间就是我们的客厅和展厅 茶室在隔壁是卧室 家具中国的印尼的老的家具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捡来的 我们可能看起来住在这种村里 挺与世无争的 像演示一样 但是我其实内心里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这只是各种各样的生活的一种方式而已 这个跟去公司上班 或者我开一间餐馆 没有本质区别 我每天大概会在九点钟左右起床 打小卫生 然后喂狗呀 照顾他们 冲个咖啡 然后看看书 等我的老板前前起床 调整一些我们的陈列 为开店做一些准备 相对来讲体力的劳动没有那么累 可能那种脑力的会更累一点 我们去选各种各样的器物 有个特别重要的出发点 做这个东西的作者本身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然后它在怎么样的生活 我们要做的不是说告诉别人说 这个是美的 这个一定要怎么样 只是说这个人的那种很温和放松的一个生活的状态 很真实的 尽量的传递给来到的人 这个是林沙野家的作品 他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人 非常的细腻敏感和温柔 很特别的瓷土 在最后他给它施加了一个力 这样它会出现这种旋转的感觉 这个里面挂的这些灯都是元山修设计的 然后它是一个非常帅的设计大叔 所以它的灯具或者它的自载钩里边非常的有空间感 这个是十元人酒的一个球 这应该是我最近最喜欢的一个东西了 随便的滚在哪里都特别的合适 我们在吃饭或者我们接待客人 好像认真对待这个时间 其实是一直贯穿在里边的 大部分人都是特别特别的紧张的 提供这样的一个稍微有一点点放松的地方 慢慢的做决定 我们现在还不对外开放 我希望一周比如说有三天是固定开放 然后有一些客人他可能是从市区 或者说从更远的地方来的 只要他来我都是非常的心存感激